財邏輝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海外總統候議員會 因為有些人不一定,以前有參與過 我簡單介紹一下 海外的臺北人相當關心台灣 所以唯一所有海外的台灣人都可以投票選的 就是選總統 不管你有沒有戶籍,沒有戶籍 你只要曾經在台灣住過六個月以上 即使你在台灣出生,然後你六個月的時候 報來美國,你也可以投票 這是唯一所有的台美人都可以參與台灣選舉的一次選舉 而且不需要有戶籍 今天會有個報告 台灣總統大選是1996年開始 彭明敏選第一屆 海外總統後援會當時彭明敏的競選辦公室 1996年會館都還沒有成立 會館就是這裡 那後援會就在,好像也是租這一間吧 就跟會館租一個 所以那個彭明敏總統後援會就在這邊成立運作 過去現在已經很多年了 過去我們的總統後援會 如果是陳水扁,就陳水扁後援會 如果是彭明敏總統後援會 那小英就是小英後援會照照 那我們以前的會長 就是資政吳立培 然後是李木通 他是前台灣會館的董事長 他當了兩屆小英後援會 那今年就是我們請我們那個田董 台灣的國策顧問來當 那我負責的事情就是說聯絡 前可以想要組後援會的 可以跟我們一起join 我簡單介紹我們的小英後援會的方向 小英後援會就好像一個Ombrella一樣 我們已經做了大棋、小棋 那個之前的棋子 已經做了四千隻 四千隻小組 會拿到總統 總統經過Dembro 就會拿Dembro去歡迎我們的台灣總統 那我希望說 小英是一個 海外小英後援會是一個比較大的Ombrella 我希望跟以前一樣 歡迎 不管你是用地區的 你也可以組後援會 像今天有兩個後援會來了 就是 舊金山灣區後援會 還有聖地牙的後援會 他們都在我們一個大家的裡面 大家一起運作 那我們的海外小英後援會 就好像一個協調中心一樣 我們provide information 我們provide物資 需要什麼做文宣的 我們希望從這邊來出去 那除了地區以外 我希望 百工百業都可以組後援會 到目前為止 在幾天以內就已經有十個後援會 已經登記了 登記在海外小英後援會 Ombrella下面 除了兩個地區以外 有兩個全國性的 一個是醫界 醫生就對了 因為台灣醫生一般都是比較綠 所以他們都站不出來 那這次是由 後援會的組成 不一定跟你們的會有關係 像醫師醫界 不一定跟醫師協會有關係 因為這屬於政治性的 所以醫界的話 就是請人家來當總召 然後他去call 一些自董道爾一起來做 但是 現在目前來登記 大部分都是現任的 這個協會的 會長或是總會長 那 像醫師協會 就是由 北美洲台灣的一些協會的總會長 邱靖傑醫師 然後 他做總召 然後 他邀請了 因為是全國性的 他邀請 全美國各大地區 有八個 前總會長 不是會 前總會長 來給他做共榮 召集人 他說 他成立就變成是全國性的 變成全美醫界後援會 這是第一個全美的 第二個全美性的就是 藝術文化界 那個蘇先生 他認識很多 美國藝術界的人 那個文化工作者 他要負責來組 他就是來做召集人 原則上 那他們 叫後怎麼弄 他們自己弄 不過 主要的叫後 就是找多一些人來支持小英 這個百公百業 另外還有 婦女會 婦女會 是南加州婦女會的會長 他來做總召 商業 我們也不要說商會 因為商會就變成一個 他們自己的組織 我們講說 商開 就是用個人 你做一些好朋友來做 商界 我們請 世界商會的榮譽建設長 那個 您各位來 來交集一下 那 另外 客家 客家我們請那個 現在的會長 胡永前 現在的南加州的會長 來請 還有 盛東 盛東是地區嘛 盛東忠援會 那個 代謝金在那裡 他也要做到 他也要做到 以外 像那個 客家就是屬於族群的 婦女會也是屬於 比較屬於族群的 另外最 還有族群就是 我們長輩 長輩是長輩會的會長 長輩好像 都是會長 清新出來 考慮很不簡單 譬如說 大家真的要做個拼 所以今天 最後一個是 年輕人一定要進來 我們請那個 Vera 來考一些年輕人 所以我們一共 一共今天 就成立了十個 後援會 民謀有興趣 可以跟他們訪問 他們為什麼成立了經過 他們要怎麼做 我簡單的報告在這裡